kingsrade 恰恰是你自己 她是北京人意當之無愧的臺柱子 有她參演的話劇 常常爆滿 一票難求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演員 看我前輩們這好啊 差遠了 他曾經因出演影視劇《家喻戶曉》 卻主動轉身回歸舞台 我真的承認我夠了 然後講好就輸了 大王國安歲 大王國安歲 在專業上行盡可能的本分 這些和我父親的教養很重要 深情回憶父親蘇明 老藝術家的氣度修養 令人內目 他說我這輩子不圖這個 歡迎收看《陽光保險》 《名人面對面》 專訪普存心 從心所欲 不於舉 普存心可以算得上 是中國最為老百姓熟知的演員之一了 他成名早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就因主演電視劇《英雄無悔》 《來來往往》等 而被大家熟知 成名後 也還是很容易就可以在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單位 《北京人意》 看到他的演出 直到現在他都退休五年了 每年還在以李白 常四爺 周朴源等等這些身份 定期出現在仁義的舞台上 此外 普存心還熱心公益 是中國首位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 還是禁毒義務宣傳員和無償獻血義務宣傳員 他拍攝的公益廣告 也是經常出現在各種公共場合 大王要和你們見面 普存心今年七十歲了 排練演出依然是他生活最主要的內容 我們先跟金浩對對詞 還是免了吧 為了大王的復國大業 我明白了 平常沒事就背詞 我媳婦跟我說 你大概不會得腦癡態 天天背詞 沒事就背詞 都在腦子裡的 有的時候演白鹿園 我們還說陝西話呢 我馬上去逢睡先生 一大噪就出門了 地上的血要一炸後看不到扁 那一個人坐在雪堤上 就覺得眼前是滑滑濾濾的 一會兒是紅光 一會兒是濾光 再過一會兒就變成藍光了 嗯就在路邊上撒了泡妞 奪虧了這泡妞 要不然嗯還發現不料呢 你看這些詞 它就因為有調我就能記住 那說的不大準 陝西味道的普通話 信守您來 有人說如果將北京仁義 比作母親 那麼普存心就是她的長子 無論順境逆境 永遠心懷忠誠和感恩地 為這個家撐起一片天 劇院裡上上下下叫她一聲普歌 這個稱呼裡包含著親切和敬意 我在這兒長大的 這個劇院我太熟了 他們老演員看我長大 我看他們變老 普存心跟北京仁義的淵源頗深 她1953年出生 父親蘇明是北京仁義的建院元老 雖然是仁義子弟 從小就在這裡玩 但因為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痺 後來又趕上插隊下鄉 仁義與普存心的生活 越來越遠 那個時候走後門也好 碰到什麼機會也好 哪怕我有同班同學 打個架把腦袋開瓢了 就病退就回來了 我打個架要真傷著了 也能就病退了 回來沒有路 沒有方法 那時候考文工團是唯一的路 考這考那考那全都沒考上 或者是考上了根本就搬不走 空正話劇團招收我 我趕快耐得 1976年 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做了七年半知青的普存心 終於返程 到空正話劇團做了部隊演員 一幹就是九年 這期間他偶爾會去仁義幫父親辦事 看著父親的學生 仁義培訓班的演員 宋丹丹 張永強他們 剛排完戲 騎著車子在仁義進進出出 很是春風得意 他只有默默地羡慕 不為個人張嘴 這是我父親 我根本就想象不到 他根本不可能為我去說話 沒有藍天爺仁義之言 我怎麼可以到仁義來呢 我父親根本不會說這句話 當時藍天爺老師找到您 邀請您到仁義的舞台來演戲 你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什麼感覺 完全不相信的 那個時候星跳交易舞 春節前 北京仁義的那個四樓宴會廳 現在是博物館了 大傢伙跳圓舞曲呀 跳湯歌呀 跳disco 星disco 正跳得歡得 他把我叫過去說這事 你說我腦袋懵懵懵懵的 不相信 但是他是說話算數的人 很多年之後我才聽說 他自己主動到空中去聯繫我 他在王棍找到團長 那個團長特別好 說我們倆一起培養這個年輕人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有福氣的是在我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上 都是有人在幫我 到了仁義之後 就已經確定 來了就不走的地方了 當初陛下曾下過一道逐客令 要把別國來的客情趕出秦國 是你嗎 1986年 因為這部秦皇父子 33歲的普存心 終於進入了夢寐以求的仁義 但他後來回憶說 自己演得並不好 讓藍天爺老師有些失望 在一個需要他獨白的地方 藍天爺叫停了好多次 是帶有懲罰性的 讓他當時很沒臉面 我到了仁義也有很多錯人 人也都看不上我 真的 你就是起步很慢 怎麼看不清呢 其實人家沒有 人家自己有壓力 我不能給我父親丟臉 天爺老師說 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我說您那時候 真是把我治苦了 但是沒有那個 你那樣去 對我有一種壓力的話 我今天也不進步 他說我沒有這樣吧 他就不承認 後來我說真的 您真的是 連看我都不看我 您就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他說那是我覺得你可以來得更好 他就這麼圓過去了 我自己把它解讀為恨鐵不成鋼 把你好不容易掉到仁義來 你就這麼 就這麼 假大空地給我演戲 是的 我記得你 你可憐的亡魂 只要記憶不住 我這混亂的腦子裡消失 我會記著你 我記得你 我記得你 不要在我的記憶的背牌上 出道仁義的那幾年 雖然蒲存芯的舞台表演 還略顯青澀 影視方面倒是開花結果了 1988年 謝靖導演找他拍攝了 最後的貴族 高大帥氣氣質儒雅的普存芯 讓謝導很是滿意 兩年後 清涼似終生 謝靖導演又再次邀請他 扮演男主角明鏡法師 您好不容易進入到了仁義 然後當時謝靖導演 就希望邀請您去拍影視劇 您當時是怎麼考量的 最簡單的直覺 第一個吸引力是名利 那多出名啊 你能演電影那麼大 誰都有自己欣賞自己的那種願望 你為什麼看照片呢 我照張照片照好看點啊 弄一照片看半天 這是我嗎 這是我嗎 人都有這種心理 你自己的形象弄一大陰幕 人家家裡電視都能看著 這不是你嗎 那當年是多麼多麼的光彩啊 那時候剛剛開始家裡有電視了 哇 您能當影視明星 首先是名利 嗯 真的 慢慢慢慢地就 呦 這一行它很多的專業 是和舞台可以比較的 既能演電影 演電影 演電影去 又能演舞台去 互相之間有一種 借鑒也好 參照也好 嗯 你就全活了 人尤其剛剛得到名利的時候 肯定是會膨脹的 對於您有那個階段嗎 還好 還好 你剛才所說的這個膨脹了 跌跤了什麼 就是自滿自足 嗯 我是不自滿不自足 我是知道天高地高 因為我見過好的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演員 看過前輩們這好啊 差遠了 我們覺得世智老師也好 就是心服口服地把它當作標杆 不是他跟我們講過什麼 是我們看到他在舞台上 那個了不得 你不是跟你小姑娘吃安眠藥殉情了嗎 怎麼又活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電視劇在中國老百姓的文藝生活中 可是佔據了絕對的主導 由四大名著改編的歷史劇 還有行政反腐劇 都市言情劇等等 都是當時最流行的類型 這些類型劇 普存心都演過 他是三國演藝中 智勇雙全的孫策 英雄無悔中光明磊落的公安局局長高天 來來往往中 多情瀟灑的成功商人康偉業 乘著影視行業繁榮發展的東風 普存心開始大紅大紫 電視上 報紙上 到處都能看到這位少傅殺手 大眾情人的身影 2001年他憑藉電視劇《光榮之旅》中 鐵骨柔情的軍人賀元朝一角 獲得第十九屆精英獎 觀眾喜愛的男演員獎 那之後 普存心開始慢慢淡出影視圈 回到了話劇舞台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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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要幹好一件事情 還是得踏實下來 特別是你當了這個劇院的負責了 你還想讓大家都回來演戲呢 你一字一頓跑出去 所以說我就覺得名利得有 它是一個像咖啡一樣 有一種激發 但是指圖名利又有問題了 就像財富一樣 財富不是人生追求的終極 它僅僅是橋 不可能在橋上大房子住 一定要到彼岸去 你可以來回來去的在橋上行走 但是不可以在那睡覺呢 名和利要得到 然後能夠解讀它 能夠操作它 我真的承認我夠了 然後這樣好就輸了 我說您今天八十整 您留個字啊 他寫了四個字 講去水喝 事兒過去了 一切歸於平淡 不久前話劇《海鷗》在北京人藝上演 普存心擔任導演 劇中所有演員都不超過四十歲 有前輩演員做導演扶持年輕人 這其實也是具有人藝傳統的一種傳承方式 當導演 做教員 七十歲的普存心除了演員之外 又多了新的身份 依然是在為他服務了一輩子的北京人藝 培養後備力量 這些孩子沒有我的機會 他們應該有出名去拍影視 但是你不要浪費機會 你們到外面去發展 你們都開上車了 開的車比我還好 我挺為他們高興的 可是你得把這活幹好 你得上進 不能夠怠慢觀眾 我自信 我對於他們的那種指導和要求 培養他們 容忍他們的不對 放縱他們的那小個性 普存心年輕的時候 也受過不少仁義老前輩們的指導 父親蘇明就是其中之一 蘇明不光是仁義建院之初的元老級演員 出演過蔡文基 雷宇等經典劇目 他還是導演 代表作有李白 天之嬌子等 此外 他也是教員 宋丹丹 何彬 徐帆 陳曉義等等 都是他的學生 不過這父子二人一起排戲 也不都是我們想像中的言聽既從 亦師亦友 我很好奇 就是您和父親在合作的時候 尤其是李白那一部劇 您說我兩個多月沒回家 為什麼 是因為有很多的矛盾 思想上的不同嗎 他可能對我主要的不滿 或者意見就是 你老在拍電視劇 電視劇那點松之自然 不是李白這個戲 在李白的劇本中間 他那個受冤屈 身陷黨法之爭 而被關監獄 發配夜郎 心裡很郁悶 我要往那兒演 但是你不能老憤懶的 不夠勁 不夠勁 不夠憤懶 不夠激情 我也不知道 我也其實也挺激情的 一開始演也挺大喊大叫的 會不會是因為父親是導演 所以你就更反叛 更不願意聽他的意見 要堅持自己的 要證明給他看 我這個才是對的 是啊 是啊 他說他的 我演我的 有的時候演得還不太對 他有時候也得容忍我 因為畢竟我是我的演 我知道他也互相憋了勁 所以說 你回家就不要再說話了 對吧 但是慢慢慢慢地 互相再尋找到共同點 我也 一出李白 普存星演了30年 1991年第一次演時 他30多歲 連個小組長都沒當過 很難領會李白渴望入世的心境 50歲那年 普存星當上了北京仁義的副院長 他在這個位置上14年 幹得並不開心 比照官場失憶的李白 人生和戲好像忽然發生了奇妙的重合 再拍李白 有朋友開玩笑說 他就是李白本白 就是你知道有些事情要改革 要變 變不了的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要拿刀子動人似的 我沒這破裂 沒有做好準備 你要知道你要有耐心去說服 太多太多人接受你的想法 開多少會 最後竹籃打水都可能 你有這個耐心嗎 你一定要挑的 我演戲去 那幹得不太開心 想要看 你不懂 他沒有聽說服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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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逝世了 所有人都多乐了 就你这话和我自己的这个处境 生活中的处境 弄到一块儿 我自己都笑场了 真的不是干这行的了 太性情了 但是一定不要说假话 一定别说不负责任的话 一定要向好 向善的去认识和处理事情 不担责任可以 但是你有发言权 你有话语权 说真话 实在不能说的真话不说 把嘴闭上 但是别说假话 别说伤人的话 这个品质还有呢 普存心的父亲苏明 也做过北京仁义的副院长 普存心说 自己对仁义的感情 首先就来源于父亲 为剧院尽忠 也是为父亲尽孝 不能给父亲丢脸 是他一生背负的压力 也是动力 父亲有赞赏和认可过您吗 也有 他很高兴我能成为好演员 他真的很赞 我去演《红衣法师》的时候 他正好到厦门旅游 他一起来到了泉州 他没跟我握手 他非常敬畏我画成那个样子 因为我瘦成 这点是尖的了 他们在看监视器 他没跟我多说过一句话 就是打个招呼之后 好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他特别亲切 就不敢打扰我 生怕我从角色中出来 他把我当成角色了 让空气里的风草松中的虫 我那个脸上是用那个 共居物捏的褶 就是《红衣法师》的晚年 他作为一个演员 他很害怕让我出 别让我跳出来 我在仁义演的 唯一一台小剧场戏演 《天鹅之歌》 去科夫写的一个读幕戏 小剧场最近距离演戏这么严 我出了一身的汗 那头套压得我 有一点秃顶 这点头部当然少了一点点 他耳背 他坐在第一排中间 他跟我姐说 他秃顶了 但是那场戏看完之后 他夸了我 那个夸我是真的夸我 他说你现在已经文武昆乱不打了 这是很高的夸奖 你什么都敢演了 什么都能演了 我觉得他还是 就挺高兴我走上这条路的 因为走上这条路当然是他的引领 虽然他不会被我说句话走后门进仁义 但是去考那些部队文工团 都是他介绍的 就是北京仁义的苏民介绍的 来大家看看看看 虽然没考上 但是他一遍一遍地帮我练小品 我还不听他的 他还冲我发火 但是他是愿望我成功的 我父亲确实说 你们赶上是好时候 因为我买了房子 我有一个乒乓球 案子这么大的书桌 他是多羡慕 他的书桌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一边有抽屉完就没了 我为了让他能写字我做了一个架子 能够就像火车那个桌板一样 能够放下来 一织起来他能画大一点的画 写大一点的字 他看到我的书桌他说 你感觉好时候了 我说您今年八十整您留个字啊 他写了四个字 挂我家墙上了 今天这是讲趣水喝 посмотрим 事过去了 一切归于平淡 我得的是国家人事部 宣传部 颁发的 画剧突出贡献奸 在纪念中国画剧百年的活动中间 一百个名阁 三十个突出贡献奖 七十个优秀艺术家奖 他没份 我回来告诉他 我说 我得了奖 他不说话了 然后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是我妈告诉我 他说我这辈子 不吐这个 蓝天爷也没有 有朱旭 是优秀 优秀奖 准备纸进了 不是 我不好意思 这一会儿我们很后悔 他在晚年 我们陈伴他们时间很短 因为我太忙了 他也听不见了 他不愿意跟人聊天说话 因为他听力没有了 他就不关心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很尽孝 尽孝的 不仅仅是回家多陪陪呀 我做出的成绩 应该是对父母的 一个尽孝的一方面 就是我不能给我爸丢脸 人家说 他说你儿子把人一毁了 这他真的不能容得你知道 这没问题 在社会上 你是一个被人点赞的一个人 等等等等 他也挺高兴的 他有一个戏言 他说过去人家都说 这是苏敏的儿子 现在人家倒过来 这是苏敏的父亲 意思是他在我之下 当然他是戏谈 有一点小小的那一点 做父亲和儿子之间 有点较劲的那点心态吧 我刚才说了半天 说到名和利了 你名利双收 然后你在专业上又行 你又能够尽可能的本分 这些和我父亲的教养很重要 人都有这样的结束的时候 不可能完美 但是知足 他知足 把家得弄好 把工作干好 你把钱得挣够了 你得把孩子什么什么 弄得像点样 你这妹子还干嘛 你天天天天天在这演出上 一场演出一千来个年 但是我第一桶筋 真的一直活到今天 够了 大哥 来了 谢谢大家